继续来到午节 立泽检的招呼竞赛 昨天下午进行安排某的趣味比赛 吸引年轻跟中年夫妻来报名参加 不但先生要背着妻子跑一段路 而且夫妻两个人还要脚穿长木巾快速前进 其中有些参赛者走起路来跌跌撞撞 过程是相当有趣 立泽检老街元宵节的招呼民属竞赛 昨天下午进行安排某的趣味赛 先生必须用特制的椅子将妻子背在背上快速前进 有些夫妻气定神闲信心满满 有些夫妻则是战战兢兢 被背在后面的妻子更是心惊挡战 就是老婆送老婆指示来要来报名参加 没有啦好玩啊 减重没有啊我们都一直这种身材不用减重 对啊有啊 对啊就是怕跌倒 因为感觉向后仰没有安全感 虐待他 没关系我会保护他了 是的 有有信心 在背着妻子跑一段路之后 夫妻俩还要一起穿上长木机 统心协力掌握节奏跨步前进 有时重心不稳 平常出现跌倒的有趣画面 第一个 三个 慢慢来 看看我们的第一号跑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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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好点 好緊張 好玩喔 有 聽一下聽一下 透過On I Ball的趣味賽 除了象徵夫妻同心攜手前進之外 也使得夫妻倆的感情更為融洽 比賽結果是由陽性的夫妻來抱回冠軍杯 宜蘭新聞記者石世民采訪報導